最近我在chata gpg的佛助下写了一个python的小程序 把一个文件夹里面所有的pdf文件内容 然后读入到这个电脑里面来 经过程序处理以后 把文件中出现过的单词抽离出来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 这些单词都是基于一套数学练习册的内容来抽取的 这个前面是单词 后面是这个单词 在这套练习册中出现的这个评次 那可以看到 这套练习册一共 处理出来了1000多个单词 那除掉一些字母 数学中有一些字母 还有一些无效的这些字串 那应该有一千多个单词 那这些单词呢 依据它在整套练习册中出现的这个评次 然后呢 从大到小排列的 可以看到啊 这些有些单词才出现的评次相当的高 190次 148次 如果这些工作都靠人力来完成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费时费力 而且准确度也比较差的这么这么一个结果 基于计算机编程 那很快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完成了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准备这一套纯英文的练习册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数学 这个明确的这个概念 来让孩子反过来去学习英语 同时呢 通过学习英语来 辅助他理解一些数学概念 因为我们教数学 最多的是教技巧 计算能力 很少注重这个数学概念的培养 还有这个数学概念 这个延伸啊 怎么一步延伸 然后到到外围 那我也我把这个结果做出来以后呢 我也问了这个是啊 这个是我在在找 gbt帮我写程序的时候 那一步一步的去优化这个程序 比如说第一次这个文件 抽出来以后呢 我发现有很多 自数字 数字字传是吧 那我就需要做一些处理 那处理完数字字传以后 发现有一些 字传它是中间是夹了字母的 那我就需要 对这个字传的这个 首尾进行判断啊 首尾也进行判断 这是首尾进行判断 然后把这个 确保 他抽出出来就是抽取出来就是一个单词啊 那经过这些优化以后呢 这些优化都是我提示让他做的 那他很快就把这一定做出来了 那 就我个人来写这个程序的话 我感觉我可能要一周时间 因为这里面 他给你 导入了一些模块 这些模块的话能够极大的简化这个工作 像像这个模块 这部分我是不知道的 我从来没接触过 我接我 断断续续学python也一年啊 那我不知道这个模块 那这个模块干嘛呢 就是用来统计这个 这个 list里面有多少个单词的啊 那我在这个他的这个辅助下 我一个上午就把这些工作全部完成了 那 我就 问他我说依据互联网信息 中美数学教育有什么差异 他给我总结了这么几条啊 教学方法和理念 有差异就是中国的数学 注重基础和硬实啊 强调机械式的计算 记忆和应用 那美国的数学更加注重理解 探索和实践 那鼓励学生独立去思考 所以说 他这个练习题啊 是给美国学生用的 那他这个 这个教育理念肯定也是包含 体现在这个 练习册里面的 所以说我 让孩子 就是说他已经学过一篇数学了 他知道这个 东西是怎么回事 只要他 能够把这个 英文 内容读懂了 他就知道啊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会相辅相成的去 通过 以有的数学概念去 辅助他理解这句话的 说什么意思 啊 同时呢 学习英语 题目的这个内容 啊 你 你解题 你要 读懂题目 是吧 那你就要阅读 课程内容呢 中国的数学 横盖了广泛的数学知识 代数 几何 数论等等 啊 那美国的数学课程 更加强调全面发展 除了数学知识外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解问题解决的能力 和创造性思维 数学课程相当灵活 这些这个 练习册里面肯定都是有体现 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的 那评价和考试制度啊 中国 中国那个数学教育评价主要依赖于考试成绩嘛 考试内容的 固定 且强度大啊 那美国数学教育跟注重 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评价是 方式是多样化的啊 包括日常作业 这些这后面这些我们参与不到了但是这个 日常做这个作业的设计 它是也是要结合这些 理念的 那这些这些东西我们都设计不到 设计不到但是呢 他的这些思想啊 在这个系体里面都是有体现的 我也 看过有人说美国数学 教育用的是类比的方法 然后我就问他这种手法准确啊 跟我说他说美国数学教育中呢 类比方法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教学策略 不是 这个 一个主要的教学策略 这个 不要听抖音上那些人 随后就说啊 但是呢 掐在GPT的内容也不能完全就信 美国的数学教育更多的常在理解探究 和实践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探索和解决问题 那类比方法 可能会在一些教学场景中被使用 比如用类比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和解决实际问题 但他并不是美国数学教育的核心教育方法之一 我觉得他是一个GPT吗 他是基于一个 大量的这个互联网资源 来 生成他的这个 内容的 那我觉得基于这个大量的这个数据资源 他提供的反馈还是更可靠的 因为在抖音上我刷到某个视频 那我看到这个视频仅仅是他的一家之业 他的视频在讲之前先 是搞一些什么985啊 清华 高材生这些 这些背景啊 来帮他背书吗 那我肯定是要怀疑的 那我就问他啊 我搜集了一些数学练习题 通过字评分析 那我能找到什么启发 这是他总结的啊 重点的概念 你看通过这个字评分析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到那张 单词清单 通过这个字评分析那我可以知道一些重点的概念啊 他给出了解释 字评分析可以帮助你确定数学练习题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概念和主题啊 常了解哪些概念是学生需要重点掌握的 那难以程度 那字评分析可以帮助您 识别 识别哪些类型的问题出现的更频繁 才会推荐出哪些问题 更容易 和更更加困难啊 那考试准备啊 你知道了 你可以为考试做准备 字评分析可以帮助你确定哪些概念和 提形式考试的重点 常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 教学资源 字评分析还可以帮你确定哪些概念和提形式学生 需要更多练习的 然后呢我把这个 清单里面这些单词 啊就是依照这个 多少的这个顺序啊我摘了一段然后发给他 那我告诉他这些都是一些高品质出现的单词 那你能层中得到什么信息 他跟我讲了啊 可以提供 一些关于数学练习题 的一般信息 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这个单词是和Math Mathematics 表明这些练习题 涉及到数学 可能是数学的基础概念 运算或者 其他相关 主题 运算符合运算相关的 Plus Fractions 表示分数 Fractions Decimal 只是练习题涉及到 分数和小数的相关计算 那Find和Use 提示这些练习题 可能涉及 寻找解决方案或者 使用特定的方法 那 数字和数值 Number 数字 Numbers 表示 这些练习题 涉及到数字 Digit 暗示数字 的位数和 数字 系统的概念 这个就是 十进制 二进制 我之前也 带 家里小朋友 接触一下 二进制 进制 转换 概念 这些 我觉得这些才是数学学科 要掌握的 基本思想 那提示和说明 Instructions 暗示这些练习题 可能有相对应的指导说明和 部署 部署 就是方法 就要告诉你方法 我如何利用统计出来的 自评信息 从而收获更多呢 他也可以 给出一些 那这些对我来讲可能就是 不是那么 很具体的知道 建议了 但是呢可以强化我的思想 这是我跟他 整个的这个对话 这么一个过程啊 那今天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希望能够 对你有启发